冰晶 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 作词曲 李宗盛 当时国中有一位大长者 财富无量 但他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 当妻子正怀孕时 长者去世了 当时国法规定 如果主人死了 而家里没有男孩 所有的财物都需没收 归官府所有 不久后 长者的妻子生下了孩子 这孩子没有耳朵眼睛 有口却没有舌头 也没有手脚 但却有男根 于是就为他取名为 满瓷疲离 一位长者听后 很惊讶会有这种事 便到佛前 问道 师尽 那个长者的儿子 因为什么缘故 没有 掩耳舌和手足 却生在富贵家 成为财产的主人 问得很好 仔细听 好好思维 我将为你解说 在过去 有两位大长者兄弟 哥哥名为谭若世智 弟弟名为师罗世智 哥哥从小便忠信诚实 经常喜欢布施 拯救贫穷的人 他既诚信又善良 受到全国上下的称赞 国王执名他为国家的法官 凡是打官司 或者是非等事 都由他来采取 当时的法律规定 借钱还债 不需利有自据 都到法官那去 请谭若世智 作为证人就可以了 有一次 一位商人准备入海 向弟弟施罗世智 借了很多钱 用于一路开销 当时 这位弟弟只有一个孩子 年纪还小 他领着儿子和借出的钱 带到法官哥哥那里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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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商人 向我借了这些钱 说是入海回来时 会承还 请哥哥当证人 如果我死了 作证 让我的儿子 收回这笔钱 那好吧 就这样说定了 弟弟失落失智 不久命终 商人乘船入海 遇到巨大风浪 船只毁坏沉没 商人抓着一块木板 才得以保命 回到本国 当时 失落失智的儿子 听到传悔 商人空手贵家的消息 又只见他 只有一个人 心中安详 他虽然欠我钱财 但现在这样穷困 怎么能够找他收债呢 应该等他有钱时 再叫他偿还 后来这位商人 与其他商人 再次入海 获得许多珍宝 平安归来 那个长者的儿子 上次虽然见到我 却没有向我讨债 也许是我借钱时 他还年幼 如今不记得了 或者是因为上次见我贫穷 才没讨债 现在应该去试一试他 于是商人用重宝 装饰了一匹豪马 穿上宝衣 乘马进入街市 斩者子 看见他的衣服和座脊 这样滑贵 知道商人有钱了 便派人去要债 商人答应 好好考虑一下 我借的债太多 又有了很多利息 没有办法还清 怎么办呢 有了 尊敬的法官夫人 我本来从施罗氏之那儿 借了少量钱财 现在他儿子来向我讨债 我供养您一颗宝珠 价值十万 等他来向我要债时 希望您嘱咐法官 不要做此事的证人 法官为人诚信 一定不肯这样 我替你试着说说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因为我诚信不说妄语 所以国王才认命我为国家的法官 就算让我说一句妄语 也不可以 商人再次来世 妻子细说情况后 就退还了宝珠 那个商人又加上一颗 价值二十万的宝珠 再次前往奉送 请你告诉法官 这就是一件小事 只要说一句话 就得到三十万钱 如果那孩子胜诉 虽然他是你们的侄儿 可你们却一点钱也分不到啊 这个道理应该能想得通 昨天跟你说的事合情合理 希望你一定要放在心上 绝对不能这样做 我因为值得信任 才身居法官一致 假如说一句妄语 现实中将不受世人信任 后世人要感受无量节的痛苦啊 我和你共为父亲 就算遇到生命危险 也期望不相违背 但我嘱托你这样一件小事情 只要你说一句话 你都不答应 我还活着干什么呢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就先杀死小儿 然后再自杀 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如果他死了 财产就无从托付 如果听他的话 那么我今世将不受人信任 来世也必须感受无量痛苦又闹 怎么办呢 谈若失智 经受不住妻子的逼迫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答应了他 圣主 你应该记得吧 从前欠我的钱 今天应当偿还了吧 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 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呢 如果真的欠你钱 那证人是谁 当年我父亲和我 亲手把钱交给你 法官是见证人 你怎么可以否认呢 我现在不记得了 如果真有那么回事 我一定偿还 这个人 以前从我父亲那儿 借了钱财 伯父您作为见证人 我当时也在场 事情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 如果伯父当时 的确没有耳闻目睹 没有说正话 也就罢了 可实际上 你难道不是用手足 指着那些钱财 答应作证吗 没有这回事 因为伯父终成善良 国王才派你裁决事务 国人也信任 依赖你 而我作为你的新侄子 你都做出这种 不合法律的事情 那么外人 就更可想而知了 同源者肯定不少 其中的真假虚实 后世自然分晓 当时的法官 坦若失智 就是如今 这位没有耳目手足 混沌一体的 财产继承人 由于耳时 一望一孤 堕入大地狱中 感受了许多痛苦 从地狱出来后 就在五百世中 恒常感召 混沌身体 混沌身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于他当时喜好不失 能经常投生于富豪家中 成为财产主人 可见善恶有报 尽管时间漫长 也不会毁坏 所以你们应当情家精进 互持深口意 不要轻易造作恶业呀 实诸大众 闻佛所说 有得出国之四国者 有发无上菩提心者 莫不欢喜 云带奉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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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亲家庭、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 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文心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妇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 9824 5005 9824 护民淮海教育基金会 罗阹文学院 闻外国防疫症 两半 发 spiritual 保障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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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r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成都待他 一到傍晚这天气还真他娘的冷啊 这个无畏实在是太邋遢了 是啊 他不光邋遢 听听他说的话 粗粗 太粗粗了 你们不能只看到他外表邋遢 言行粗粗了 无畏的内心却是十分光明的 他拥有一颗菩萨般的心肠 可怜的小东西 你怎么会掉进水坑里了呢 小东西 以后小心点 别再掉进水坑里了 小东西 以后小心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身上这是什么味道啊 真脏 虽然师父对无畏三藏很是疼爱 但他的身不习惯 实在打赏 不爱干净 所以也只好叫他睡在门外 啊 喂 你怎么能随地吐痰呢 关你鸟事 喂 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粗粗啊 喂啊 你还是到门外睡吧 好的 我这就出去外面睡觉 好嘞 爹杀佛子啊 啊 你说什么 师父 怎么回事 我刚才好像听到五位 在外面喊什么 五位 刚才你是在说什么呢 我是在说爹杀佛子啊 五位 三更半夜的 你在外面嚷嚷什么呀 是啊 你都吵得我们睡不着觉了 而且师父也被你吵醒了 爹杀佛子 五位 你进来 你刚才说那句 爹杀佛子是怎么回事 凡是生物皆为佛子 皆具佛性 就算是微小的虫子 也是生物 它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会有苦乐的声音 我们凡夫愚昧 由于无法辨认 而任意残害 殊不知 它们在喊救命时 诸佛菩萨都听得很清楚 而且还很不高兴呢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因此 我只是把一只狮子丢在一旁 并没有伤害它 你说的那句爹杀佛子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您所丢的那只狮子 已经摔断了左边第三只脚 而痛得大声的 但却只有我听到而已 但却只有我听到而已 啊 有这种事 师傅 你不要听到胡言乱语 它怎么可能听到狮子的呼喊声呢 是啊师傅 还摔断了左边第三只脚 太可笑了 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 可以过来仔细看看 快去把蜡烛拿来 师傅 蜡烛在这里 哇 它左边的第三只脚 真的折损了 啊 怎么会这样 真是不可思议 啊 救命啊 哎哟 疼死我了 我左边第三只脚摔断了 疼死了 快救救我 阿弥陀佛 我真是不应该伤害它 无谓说得对 生物皆为佛子 皆具佛性 就算是微小的虫子 也是一条可贵的声音 它们的一举一动 也都会有或苦或乐的声音 虽然我们凡夫俗子 无法听到它在喊救命 可是祝福菩萨却都听得一清二楚 而且是非常疼爱众生的 从此以后 僧人们都相互告诫 千万不可杀害小虫 如果想要修行证悟 那么对万物的慈悲心 是很重要的 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我们也应怀有怜悯之心 去爱护它们 这只小小的虫子 也应该是一只小小的虫子 我们也应该是一只小的虫子 詞曲 李宗盛 生命便是 与你欢喜感的每一天 生命便是 与你欢喜感的每一天